好,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药益 经讲系列课程 我们继续讲 祷告的规范 主祷文的内容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 主祷文的后三个祷告 我们日用的饮食 整个主祷文里面一共 之前我们谈到六个祈求 现在进入第四个祈求 我们日用的饮食 基督教药益第三卷 第二十章四十四节 开始的时候 祷尔文牧师就谈到了 主祷文的第二个部分 而且这个部分 是涉及到了 关于我们自己益处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 免我们的债 救我们脱离凶恶 等等这样的内容 相比之来说 前面我们已经学过了 主祷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然后前三个部分是谈到直接归给神的 直接关乎神的名 神的国 神的旨意的内容 然后把我们吸引到 注目到完全关乎神的荣耀 神的名 神的国 神的旨意 其实都是不同层面的去谈一个事情 最终还是都是在上帝的统治下 遵行神的旨意 尊荣神的这样的生活 所以开始祷告的时候 我们心中就充满了荣耀神 神的价值 神的荣耀 神的尊荣 为出发点 为最高的价值 带着这样的爱慕去祷告 所以祷告最高的境界 祷告的优先 价值和顺序 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去尊荣他的名 然而第二部分呢 就是今天我们开始的 开始谈到我们自己的利益 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们当我们求我们自己利益的时候 自己的益处的时候 就完全与神的荣耀无关 忽质神的荣耀呢 当然不是 即便我们在这里面求 关于我们饮食的部分 但是也仍然是为了神的荣耀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十章三十一节里面也谈到了 无论我们在吃还是在喝 做任何事情上 都要为着神的荣耀而行 为着神的荣耀而吃 为着神的荣耀而穿 为着神的荣耀而做 所以即便在这里面求我们自己的益处 也不是脱离神的荣耀 在神的荣耀这样的大的核心的 价值和主题目的之下 因为这是我们存在的目的 我们活着的目的 我们救恩的目的 创造的目的 所以我们即便在求自己的 需要的事情上 也仍然以上帝的荣耀为指导 不能因着求自己的私利 而就偏离了这个 那样的话 凡是不出于信心的 凡是不为神的荣耀的追求 都是在神眼中看为恶是罪的 偏离了我们创造和救赎的目的 偏离了上帝造我们作为人 这样的旨意 救赎我们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求三个 前三个祷告的时候 其实就在证明我们的敬钱 什么叫敬钱 我们说敬畏神和爱神 被称之为敬钱 对上帝恐惧战惊的敬畏惧怕 和被他爱吸引 甘心乐意 遵从他顺从他的爱 一个是敬畏他 因为他是主 一个是尊敬他 爱他 因为他是父 所以我们敬爱他 这就是敬钱 当我们去全心以他的荣耀 为最高的可目和追求的时候 就表明我们是真信的人 真敬钱 前面我们也谈到了 一个基督徒 如果不以神的名 不尊神的名为圣 不追求神的荣耀 不在乎神的荣耀 不关心神的旨意 不在意神的国 严格的来说 没有办法保证 或者证明 他是一个真正重生悔改的人 所以在这里面 当我们真的心里面 去切勿这些的时候 证明我们的敬钱 换句话说 证明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 反过来就是虚假的 我们没有敬钱 我们过的不是敬钱的生活 可能是拜偶像的生活 在基督教里面 以拜偶像的精神 把神偶像化 然后以拜偶像的精神 支配着我们过信 所谓的信仰生活 形式是基督教 实际上是拜偶像 因为你追求的可能是自己 和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即便我们开始祷告 目光好像 看下我们当下的利益和 根据我们 与我们有关的这样的利益 但是我们的目的 仍然是神的荣耀 所以保罗也是在14章 罗马书14章7节到9节里面说 或或或死都是主的人 都要为主而活 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 享受获得 他给我们的益处的时候 都是要显出他的荣耀 这是我们择无旁贷的 存在论上的 目的论上的 救恩论上的 这个目的 不可能避免的 这是第一点 一开始的时候 虽然从直接求神的名 神的旨意 神的国 转向开始求我们日用的饮食 救我们脱离熊 不要我们遇见试探 这样的内容 开始转向 为我们自己的 益处求的时候 即便如此 仍然是要以神的荣耀为重 那我们就来开始解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意义 但是在开始解释的时候 我们还必须要处理一些 基本的 首先我们要了解 这个祈求的内容是求什么 加尔文牧师说 借此祷告我们 祈求上帝赐恩 是我们可以平安的享用的饮食 这是第一点 就像这里面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 求的内容是什么 赐给我们 需要的 吃的食物 饮食 吃的喝的 我们在这个地上 身体所需用的一切 注意 不只是吃喝的问题 我们身体所需用的一切 我们生存 在这个地上 身体所需用的一切 一般都适用于这个祈求 这个翻译 我是根据 拉丁文之一版翻译的 所以跟脉种和三连都 有一些不一样 身体和需用的一切 一般都包括在 所以我们求的是 饮和食 如果按字面来说 就是吃的喝的 但是这个祷告 不只是涉及到 吃喝的问题 所有我们在地上 我们基本生命 维持所需用的一切 不仅包含衣食 穿的和吃的 还包括一切 上帝看对我们有益的 那些事物 所有我们在地上活着 一切我们所需用的 一切上帝觉得 对我们有益的 所以都包括在 这个祷告的里面 所以这个是在地上 活着的时候 身体所需用的 对我们有益的 所以主导文 这个第四个祷告 求的时候 就不管是 只喂吃和喝祷告 我们可以说 这种执意的话 就是体育法 以这种部分代表全部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都可以包括在 这个祷告题目里面 这样求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主让我们这样求呢 第一是操练我们的信心 接着这个祈求 我们将自己交托给神 投靠祂的护理 让神注意哈 祂的护理 喂养和保护我们 因为当我们 祈求神赐给我们 各样事物的时候 甚至一块面包 一滴水 我们的天父 并非不屑于 不关心 不在乎 祂对我们的掌管 和保护 我们身体上 所需用的 祂都掌管 祂都保护 好在这些事情上 这样的吃吃喝 小的事情上 操练我们的信心 注意哈 我们可以联想亚当 亚当堕落的原因 其中一个 我们说是不顺从哈 不顺从 但是不顺从 背后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心理上的动机 内在动机 不信哈 没有信心 不信 不信神的话 不信靠神 不相信神说 吃的日子必定死 不相信神 那个否定的 那个诫命里面 包含的暗藏的 顺从就会有生命 吃生命树上的果子 生命树所象征的 就是顺从 里面包含的 这个永生 善恶果树 代表着这个 悖逆所带来的死亡 仅止和应许 那他不信 而且他也不信靠 为什么 他指望吃那个果子 来获得自己的幸福 甚至他在判断 对错 善恶的事情上 也不靠上帝 靠自己 自己觉得对就对 自己觉得错就错 所以他实际上也是不信 在吃 在判断 在决定 在生命的主宰上 他不信靠神 所以在新约里面 凡是不出于信的 都是罪 不管是你说 我犯了奸淫 我拜了偶像 我偷窃了 我亏欠了神 这是罪 凡是不信 没有信心的 不活在信里面 都是罪 所以在吃和喝的事情上 我们应该信靠神 活在信心的里面 操练我们去仰望神 信靠神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在吃和喝的事情 多么琐碎啊 某种程度 我们有了钱去去买来 做了自己喜欢吃了吧 这么自然的事情 双一号 自然的事情 何必需要信心呢 吃饭的时候 为什么要谢恩呢 这分明我手 劳动赚来的成果 信心和不信的 看待同样个现象 就完全结果不同 所以在这种琐碎的 细小的 吃喝的事情上 训练我们学习 一靠神 待会我回头 继续在恰当的地方 我会重新谈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当下的人 觉得这样做是多余的 甚至是勉强的 是不自然的 硬要刻意的去做呢 待会我们会谈啊 所以首先 教导我们这个祷告 求关于我们 所需用的一切 这个事情上 是操练我们的信心 第二 是教导我们知足啊 神吩咐我们 祈求日用的饮食 好使我们满足于天父 按照天父 前面教导了 我们要依靠神 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一切都从他而来 源头是他 那第二 教导我们 按照他的美意 他随着自己的意思 分配我们的分 他认为我们需要的 就给我们多少 所以作为我 不是去判断别人 那个饿的要死的 有的人饿死了 为什么上帝没有给他 不是谈到那个问题 是谈到我 作为有信心的我 今天供给我这一切 我满足 我知足 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今日赐给我们 实际上是教导我们 学习知足啊 而且 不用不正当的手段 去起财啊 这后面我们会谈 所以第二点 是教导我们知足 每一天 今日赐给我 不是求主赐给我 十年用的 是今天我所信用的赐给我 每一天 凭着信心仰望神 圣经里面想 谈到那些动物 那些小鸟 每一天都仰望着 主 狮子 仰望着神的供应 小鸟也一样 所有的万物 都在上帝的供应当中 当然我们的供应 就以为就是从天上空头啊 小鸟也出去觅食 但是 上帝供应它 狮子也出去捕食 上帝供应它 人也工作 上帝供应它 回头我们会讲 所以这是教导我们学习知足 每一天活在知足的里面 前面我们也可以谈到亚当的事情 他就不知足嘛 已经上帝给他的丰盛 但是他不知足啊 第三就是明白上帝的赏赐 当我们求 在吃喝的事情上 求上帝赐给我们 利用的饮食的时候 其实就承认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包括我吃所喝的 都是神的赏赐啊 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得到的日用的饮食 都是神的赏 讲到这里的时候 非基督徒要跳起来了啊 他们经常讥笑基督徒 祷告什么呀 泄饭泄饭泄饭什么呀 什么都感谢上帝 那不是你父母给你的吗 那不是你工作得来的应得的份吗 什么都是上帝 甚至上朋友家吃饭 当然这个要注意啊 对朋友的感恩 对别人招待的感恩 和对上帝感恩不冲突啊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习惯性的 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好 心里面常常充满感恩是好的 但有的时候 我们和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 别人给你礼物 你就自动的就跳出来 感谢主 对方会很辛苦啊 当然大家都是基督徒 互相理解 因为这个明白 这是一种习惯 或者说这种终极的感恩 但是作为人 我们对父母 对施恩给我们人 我们应该表达感恩 感谢 那牧师曾经呢 以前特别鼠邻 当然这个鼠邻是双眼号 自讽的这种 自讽的鼠邻 回头看来 那种所谓的认真 其实是不健全的认真 以前觉得 不应该归荣耀给人 不应该称赞人 不应该感谢人 应该感谢神 这种观念是因为 受到我们传统老一辈人的 教导的影响 就以为 只要感谢神就可以了 所以别人给我恩待我的时候 我常常说感谢主 感谢主 等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 和月龄增长的时候 对真理的知识 认知的更全的时候 发现 我们只认识到了一半的真理 好像很纯 很属灵 恐怕感谢人 怕人家骄傲 人家骄傲不骄傲 关你什么事情 是吧 你不从恶意去吹捧别人就可以 但是对人适当的称赞 鼓励和感谢 用言语行动表达对别人的感恩 这是你的本分 你在意识当中不知道感恩 然后在行动上也不去感恩 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在对别人的恩典的认识上 不知恩 然后我对别人的恩典不表达 这也是我的亏欠 就像我对老师的教导 我们表示感恩 我们不管是在教师节的时候 平时的也要表达 是吧 给老师买个水啊 什么的 或者是言语上表示对他的感恩 总要用真诚的心 意识到老师对我们的恩情的时候 我们要用言语行动去表达 对父母的感恩一样 对朋友之恩一样 对所有的人的帮助都应感恩 对不对 用各种心里面意识到 然后用行动表达出来 言语表达出来 具体的 这是我们的本分 但是我们不去表达 即便我们不是像真言书里面 那种妓女望恩负义的人 吃完了一抹就说没吃 即便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 我们是亏欠的 我们亏欠对别人表达感谢 我们仔细读圣经里面 圣经里面充满了感谢 使徒保罗当然知道神的恩典 我们所领用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但是他写信的时候 仍然表达 对那些支持他的 菲利比教会 对他们的恩情的感谢 我在极穷之前 你们仍然去眷顾我 我在病倒的时候 你们没有因此轻看我 反而拆派弟兄姐妹 来在物质上帮助我 这种表达就使徒自己深深的感受到这样的恩情 别人没有义务这样对待我 但是这样对待我 这是神的恩典不错 但是他表达 感谢 是吧 激发他们的美德 所以过去呢 我是不懂得这样表达 后来当我明白的时候 我就开始意识这个问题 然后也尝试着出自真诚的心去感恩 感谢他们 用行动 用言语去表达 让他们知道我的感恩 不会让他们误解我这个人是这个白眼狼 吃完了就不懂得感恩的人 感谢神是我们心里对神的 我们在极穷之间 上帝借着别人来帮助我 我对神的恩典感恩 但是我对那个帮助我的人 我也要表示感谢 否则你的人生 你发现你的朋友越来越少 渐渐的帮助你的人也会越少 因为你不知道感恩 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样 但是我们自己要成熟 我们要知道感恩 所以在这里面 当我们去说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 让我明白 我所享用的都是神赐给我的 不管是吃 我的眼睛 我的手 我这个人 虽然说我们中国文化当中 什么身体发肤 受制于父母 这是手段 途径 从父母生我们 是的 我的肤色 我的基因 我的一些特征都是父母生我 是这样的 因为他不信上帝 他不知道终极 但是我们说日用的饮食的时候 我们想到终极 一切都是上帝领受的 包括我的心脏 我能够咀嚼食物的牙齿 分辨食物的舌头味蕾 能够分辨食物的香味的鼻子的嗅觉 都是来自上帝的 所以当我们祈求日用的饮食的时候 不管是给我给我 其实想到既然我向他求 所有日用的饮食都是从他而来 因此教导我们时刻意识到 所有我们所享用的 一切都是来自神 其实就是教导我们感恩 不管是我们劳动的成果是赐福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 不信的人不明白 基督徒祷告什么 谢饭什么 那不都是父母赚来的吗 你劳动得来的吗 这个都是自然而来的 你工作工资赚的钱 买来的东西 为什么还要感谢上帝 这么愚蠢愚昧 因为基督徒懂得 是的 这是我工作 这是现象 我工作 我上班 我赚来的 我用体力等等 但是基督徒知道 我赚取工作的成果 我劳苦得来的成果 其实这个包括 我的勤劳 我的劳动力 我的双手 我的智慧 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 神赐给的 如果神不赐给我 我就不可能有劳动能力 如果神不给我 赐给我劳动的机会 我也不可能找到那个工作 上帝不给我生命力量 我也没有能力去劳动 上帝不给我一个 积极的心情 和积极的生活的这种意志 我也不可能引擎去生活 所以总之呢 所有的一切 我们得以去赚钱的 所有使用的一切资源 都是来自神的 所以我们泄饭的时候 不是愚昧 而是真的 饮水思源 从我现在享用的这一瞬间 我所享用的食物本身 和我本身 包括我的所有 我拥有的一切 都是从神来的 追溯到神那里 所以实际上是让我们明白 我们劳作本身 包括劳作所用的一切资源 包括劳作所得来的成果 都是神的 叫我们知道感恩 教导我们知道感恩 你们白白地劳力 因为你们地不出产 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 这个是立维记26章20几 上帝说你们白白劳力 你们虽然劳力 但是很多的时候 劳力也突然地不出产 作为农民热心去春天撒种 结果种子被老鼠挖出来吃了 被鸟刨出来吃了 或被虫子咬了 或者在地里面烂了 有些天气不正常的时候 种子不发芽 在里面长期泡就烂掉了 我曾经有一段种地的经历 所以我知道这些基本的原理 那有的时候 种子长出来了 结果被冰雹打了 圣经里记载了 被蝗虫吃了 甚至结了果子 喂熟就弄 被暴风雨吹掉了 这种情况没有办法最终得到收成 没有办法吃 没有办法卖 钱也收不回来 你所有的劳苦都突然了 这是农民 农业 那农业惨了 那你说我是上班的 问题是上班的时候 你们的公司遇到特殊情况 公司的运营失败 得不到效益 你被辞退了 或者卖车的卖不出去了 虽然这种现象不常见 但是也不可能 也不是不可见 对不对 遇到通货膨胀 经济危机 遇到特殊情况 那你说那是偶然的 是几率低的 不好说 对不对 或者说你赚来的钱 突然一下子 你家里面出现一个大的灾难 某人得了重病 一手术就几十万 你一个月就算你赚一万 你一年赚十二万 你攒了三百万 你一天一下子打某种药物 我母亲病危的时候 虽然以前也探访过很多病人 看过很多病危的时候 其实到了一定程度都要打氧气 每一天打氧气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一天二百多 好像是一百几 将近二百块钱 我们平时呼吸的时候 没有觉得怎么样 都很正常 就呼吸了 不花一分钱 但是当特殊情况 你要打氧气的时候 你要那个氧气罐 一天要多少 甚至按时间的话 要算钱的 甚至有些特殊的护理房间 一天要几千块钱 甚至一些特殊药物 一针就几万等等 一天可能要消费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情况 做手术或者打某种特殊药 那个时候维持我们的生命 我们每一天健康的时候 不觉得什么 但是为了维持我们生命 这样的时候 所要投入之日 你攒下的 你赚来的 瞬间就去了 上帝则被以色列百姓 背担的时候 曾经说 你们收来的 将来我要让大风吹去 你们收在仓里的 要什么这个钱装在兜里 都要如同破露的兜 什么意思 即便你们以为成功了 那个收成的结果 劳苦的结果 最终也会露出去 所以所有的一切 我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都是在神的祝福当中 劳苦的成果 也是神赐福的 即便你劳力 你也收不出来 这是作为农民 最明显的 看来劳力只是我的本分 努力的去耕种 把石头捡 出来生耕 松土 是吧 然后用不同的 这个种 农作物 用不同的方法去耕种 施肥 除草 去看守等等 然后收割 等等 这样的 尽了一切的本分 结果收不收成 我们决定不了 要看这个天气的情况 最终的收到仓里 这也不能说万事大劫了 万一股价 什么粮食 中国有个特点 你丰收的时候 这个粮食就掉价 然后欠收的时候就涨 所以农民永远赚不到钱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劳苦 不一定一定会有结果 所以结果不是由你决定的 我们只不过尽 努力引擎的本分而已 所以人往往很骄傲 以为这一切是自己的功劳 其实是愚昧 不知道这个回事 劳作的成果 都是神的赐福 恐怕你们心里面 说得这祸财 是我的力量 是我能力得来的 《生命纪》八章十七节 摩西提前就告诉他们 你们去的地方是 城不是你们建的 地不是你们种的 收不是你们栽的树 不是你们种的庄稼 一切都是神能点 上帝把别人东西赐给你们了 我们先不谈公不公平的问题 那涉及到了审判的智慧 旗帜满足的时候 迦南地的人罪恶满盈的时候 上帝审判的时候 到了时候神才 借着以色列百姓去审判他们 所以以色列百姓的立场 是白白得别人的地方 所以这得获财的力量 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 他们拿着刀枪共斑 征战 征战得胜的是耶和华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第一战 伊利哥城 只不过是绕城而已 伊利哥那么大的城 你得用多大的军事力量 才能够征服他呢 不是 不凭他们的刀枪棍棒 只是顺从神 第一天转一圈 第二天转一圈 第三天 第四天 最后一天转七圈 最后呐喊就行 成就他了 进去收 直接捡 现成的就行了 不费摧毁之力 就得到了 教导他们 这个地是我赐给你们 我替你们征战 你们得这个地 不是凭着你们自己 包括里面的粮食一样 所以恐怕你们骄傲 以为好像自己能耐 好像我多么厉害厉害 我赚了多少钱 上帝要不赐福你 你得大病躺在那 你得靠着别人赚钱 养活你 你得靠着别的人的劳苦 去维持生命存活 今天能活泼烂跳 脑子还能想一些事情 感谢主我们没生出来 就是白痴 感谢主我们没生出来 就是智障 智障人 智商和肢体障碍 我们还能够尽上点本分 自己养活自己 这个都是恩典 所以学习感恩的功课很重要 能活着 能够正常人 过正常的生活 过双引号 自然的生活 正常的生活 这个背后都有很无数的恩典在 即便你没有什么大富大贵 十分强壮的身体 但是今天活着本身 我们已经在享受着无数的恩典了 第二 成果的果效本身也是恩错 前面我们说 我们赚取成果 直到成果收获 这个所有的过程都是神的恩典 赚取的恩典 力量 时机 都是最终确保成果 得以顺利的收 拿到钱 或者是收割到仓库里 等等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不仅如此 成果的果效 也是恩典 你赚了钱 能够顺顺利利的花出去 然后你种了地 那个粮食吃到嘴里 而且那个粮食被消化 吸收 这都是恩典 你买了豪华的西蒙斯 床垫子 你躺在上能够睡得香甜 你租了 买了舒适的房间 你住在里面 舒服 心情快乐 睡得香甜 这个果效 事物本身 带来的果效很重要 你有健康的身体 什么运动 努力运动 身体健康了 但是你运动和带来运动的健康 是两回事 我们常常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 以为这样做就必然这样 我吃了一定会饱 吃了一定会健康 不见得 因为我们最典型的例子 同样一个病症 吃了同样的药 它也不一定都好 使人能够吃了药 产生康复的果效 是圣灵的工作 神的恩宠 包括我们说 光合作用 我们自然主义者 是认为照在种子上 那个什么叶绿素 自然就发生化学反应 不是的 上帝不断地看顾 使它发生正常的功能 使它能够发生功效 同样食物一样 吃到肚子里面 能够消化好 能够被适当地吸收 这个吸收能量 被运到各个细胞去 成为我们生命力 活下去的能力 成为我们的智慧等等能源 这个都在上帝的祝福 因为很多人吃了 却不消化 很多人吃了 消化了 不一定就变得 智慧和有力量 这个我不用举例子 大家都能体会到 就我们个人而言 躺在那睡眠 不一定每一次睡 都睡得香甜 第二天重新得力 我们吃的每一顿食物 不一定都成为我们 吃饭备香 身体备棒 不是那样的 所以里面一定有 上帝无数的 随时的祝福 所以我们不能 变成自然主义者 这样做一定会这样 所以我们做了以后 不会感恩 反而我们知道 每一次真正 使我们智慧的 有果效的 实际蒙福的 成为效力的 这个都是神的 无时无刻的恩床 事实上纵使我们 充足的食物 我们仓里满了粮 如果不是神 将其转化为 我们的营养 仍然是丝毫无益的 因此神 这一大恩典 是富人和穷人 都一样必须的 无论是富足的人 还是贫穷人 都无法逃避 都依赖神 这个具体的恩典 将我们所吃的 享用的一切 实际成为果效 因为富人 虽然仓房充实 仓里满了 但是他们 在享用时 没有神的恩宠的话 那么仍然是 在缺乏当中 干枯 憔悴 圣经里面说了一些 很多奇怪的话 他们 喝不得解渴 吃不得饱足 多么恐怖的事情啊 上帝咒住他们的手 即便喝 但是仍然饥渴 我们以为 水这种 HO2 是吧 自然的反应 喝进去了 什么胃的分析 这个分析 物理性的 这个重力的作用 下坠到胃里 胃就是 这个胃液的角合 吸收啊 胃壁 胃细胞 细胞 毕业细胞 什么等等 到大肠里面啊 等过程 如何被带到 这个血液循环里 运送到 我们想到 都是物理性的 自然 所谓的双一号自然 根本跟神没关系 但是时时呢 如果没有上帝特别的 时时刻刻的祝福 这些原本正常 我们以为的双一号的正常 可以成就的事情 却出现问题 喝却渴 不解渴 仍然渴 吃却不得饱足 吃了不消化 好像经过你的胃 经过肠子了 但是那些营养 不被身体吸入 身体还要哭高 喝了水不被吸收 仍然干渴 身体里面仍然缺水 流失掉 等等 所以可见 使我们 这些食物 饮食 真的发生 果效 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 实际被吸收的益处 需要神的祝福和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 当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应该时常感恩 为着我们 还能够用眼睛 去欣赏 大自然 心肠 美女帅哥 心肠 我们强调这个饮食的色香味俱全 对不对 色 看 香 嗅觉 味 味觉 味 味觉 是吧 俱全 吃的时候 我之前也跟大家谈到 为什么上帝不直接丢给我们一些 枯燥乏味的太空食品 挤着牙膏就吃了吧 现在太空食品也开始 注意这种颜色味道等等 虽然是特殊环境下 那种真空失重的那种状态下 要考虑什么种种因素 但是我上帝给我们的不是那样的 而是丰富的 形状也不同 颜色也不同 味道也不同 触觉 感觉也不同 有的是外面有毛毛 有的是带刺的 有的是平平的 滑滑的等等 有的是硬硬的 有的是软软的 吃的那种口感 甜的 酸的 各种味道都有 臭的是吧 像榴莲这种食品 还有很多古怪的味道 让我们人生变得丰富 开心 但是那个里面又有不同的养分 颜色不同 不同的形状 有不同的养分 来供应我们 这是上帝的祝福 所以不要活得像一个唯物主义者一样 天天忘恩负义 吃得好像天敬地义一样 你所享用的没有一样不是神的 所以时常充满感恩应该 训练我们这种信心生活 所看的地方 随时想到神的祝福 饮水思源 想到神了之后 就会想到神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 父母对我的恩情 朋友对我的恩情 老板对我的恩情 别人夫妻之间的恩情等等 才会懂得人和人之间感恩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想的 讲到2020年以后 中国人奇怪的 就开始什么学习感恩了 感恩社会 感恩这个的 其实懂个六 不正是神的人根本不懂得感恩 不是本质性的懂得感恩 都是一些表面的一种 虽然从一般领域上宝贵 总比不懂得感恩强 开始注意感恩了 人与人之间确实感恩了 这个是进步 从文明来 但是从垂直的角度来说 那个程度太够太肤浅 还缺乏一些分量 因为不认识神的话 他就根本不知道恩 在神和人之间正常关系下了 我们在神的制定的这个秩序里面 我们才懂得 为什么我对他的恩要感恩 是吧 为什么要孝敬父母 如果没有神设定的那个秩序 我们为什么要孝敬父母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不只是力量最终带来的这个结果 结果这个成果能够实际成为我的 益处的这种效用 也是在神的恩宠的作用下 那我们现在就具体的来谈一下 我们日用的饮食 这里面所说的日用 或者是路加福音里面说 今天 今日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或者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这里面日用 今天天天 到底什么意思呢 首先 这样祷告 日用 天天 今日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限制我们 不要对今生短暂的福分 过度 奢望 渴望 注意啊 我们分解一下限制 日用的 每一天的 不是30年50年的 或者一年的 一次性的 限制我们 不要 禁止啊 限制我们什么 不要对今生 今生本就是短暂的嘛 是吧 这些福分也是短暂的 每一天吃下去的食物 衣服 我们再节省着穿 能穿几百年呢 是吧 总有一天会坏掉 朽坏的 虽然 可能 有很多那种 穿衣服仔细的人啊 一件衣服穿个10年 15年 没问题啊 但是今生的这些福分 都是短暂的 不要把目光 只是定睛在这些短暂的福分 过度 这个就是 不是说不要啊 完全不 那个就我上帝造人的时候 给人取体嘛 也预备了这个 刮果 梨桃 树木 等等 今世 地上的物质性的享受 上帝给我们 但这里面是度的问题 恐怕我们失了度 过度的渴望 这个又短暂的 所以他要限制我们 想到每一天 只考虑每一天的量 今日赐给我们 天天赐给我们 每一天 今天赐给我们 我日用的 所以限制我们的欲望 不要一滩 给我丢个30年的 30年间 我可以放心心的 那个无知的财主 不这样吗 灵魂呢 放心吧 有足够的粮食 为你准备 放心的 吃吃喝喝快乐吧 主说 无知的人 为什么无知 他不晓得这个生命和短 生命的 这个生命和物质的短暂 物质和灵魂之间的关系 等等 无知的层面多 今日收取你的灵魂 你所堆积的是要归给神呢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道理 他无知嘛 所以就比较了那个短暂的 不要 只要今天的天天的 不要过度收啊 我们极其容易放纵这种渴望 过分的程度 以至过了 饿了要吃 这当然的 对不对 过度 有很多东西是好的 但是也需要节制 适度啊 就像有些人搞运动 已经中毒性的 中毒什么打游戏 适当的轻松一下 看电影 运动等等 适当的可以 或者是享受美食适当可以 但有些人就是 这种过度的啊 暴食 暴饮 不吃就受不了 人生没有意义啊 不运动就不行 搞得肌肉像那个肥牛似的 甚至打药 吃一些特殊的东西 然后搞那种肌肉 肌肉一萎缩一点就不安 等等 这种情况 都是已经过度了 由此而生出其他的罪恶 当人去这种欲望滋生的时候 一定会产生 所谓的贪心 当你贪吃的时候 一定会产生其他的 因为当我们有了非常丰富的财物的时候 就容易沉迷在享乐 奢侈 炫耀 或其他铺张的 大肆的浪费当中啊 就想浪费掉 这是人的本性啊 虽然也有一些人 这个守财奴似的 攒钱攒钱攒钱 节省着最后 留下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 死掉了 那个钱也没人处理 无儿无女的这样的也有啊 真言书传道书里面 不是说了 说到这样的人吗 但是一般的人 通常的人 有了钱都会奢侈 扑扎浪费哈 所以我们容易这样 这是人的本性 特别是堕落之后的本性是这样 所以主提醒我们 要刻意要限制 节制 不至于过度的欲望哈 那这里面啊 可能有些人就会有困难哈 有困难 你说天天 一天的事 一天忧虑就行了 每一天 只需要每一天 那需不需要存款 当然需要存款哈 存钱 这个不反对哈 不矛盾 但是你要知道 你依靠的不是存款哈 存款 这是一般经济管理 日常生活的正常的方式 比如说以前 圣经时代 基本上农业社会 圣经里面也没有教导我们 一年种的粮食 一年都要消费掉 消费不了就用火烧了哈 这是常识 不需要特殊强调 每一天要 仰望神的供应 即便你有仓房 那这个会不会矛盾呢 不矛盾啊 你操练你的信心 你知道你所依靠的 不是你银行里的存款 巨额存款 也不是依靠你粮仓里的 那这个不矛盾吗 不虚假吗 不这是认识上的调整 我们因为太受了 一出生就是无神论者 一出生就不知道神的存在 一出生就本性当中告诉我们 我说这个本性不是认识神 那个潜意识哈 而说我们作为中国人 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努力赚钱 没有人可以保证 我们要必须自己保证自己 然后有钱财 怎么怎么样 去积攒钱的 把东西都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才有安心啊 我们的安全是建立在 我们对物质环境 各种条件的具备的基础上 某种程度这是正常人 我们物质缺乏的时候 不安这是正常 不是说这样 但是人去依赖财富 这个就是人的愚昧 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 因为我们堕落之后 我们就会产生这种 形成了一种所谓的 把它正常化的意识 就是认为这是正常的 大家都这样活嘛 不这样的话就不安嘛 所以如果你不攒着放在那儿 人就觉得你这个人 不食食物 或者说没正事等等 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种思考方式 让我们每一天 仰望上帝 我们会觉得荒谬 这也是大家听到这样的话 感到荒谬的原因 因为你们 我们 包括我也一样 我们已经把这种 依靠自己 依靠物质 依靠财富 什么都摆在面前 什么都摆在眼前 才安心的这种意识 这种方式 变成正常化 那种心里面 时时刻刻依靠神 虽然也隐情地去做 也攒钱 也积攒财富 但是心里 仍然时时刻刻地 心里知道我所依靠的不是这些 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祝福 如果神不喜悦 瞬间就一无所有 就吹 我可能攒了三十年的 一夜之间可能就变为 换为无有 所以那个东西不可能 不可以成为我的依靠 不可以成为我的神和我的偶像 真正保障 我的安稳 安全的是神 上帝喜悦的话 我所积攒的才成为我的祝福 上帝不喜悦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这一切可能不成为我的帮助 以色列百姓去找埃及人帮忙的时候 有的时候上帝借着巴比伦 借着亚索 借着什么埃 等等一些世俗 外邦人去帮助以色列百姓 但有的时候 他们去离弃神 去寻找外邦势力帮助的时候 上帝责备他们 咒诅他们 他们依靠芦苇 去支撑自己的时候 那个芦苇一定会断掉 刺伤他们的手 使他们寻求的帮助 不能成为他们帮助 所以弟兄姊妹要理解 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同样巴比伦 有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 依靠巴比伦 神就让他 巴比伦成为他们的累赘 欺压他们 但是当他们回转的时候 神却让巴比伦成为他们祝福 等等 甚至什么 兴起王来军队保护他们 从国库里拿出资金去支持他们 让他们回归伊路撒冷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发现 资源可以成为神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的东西 手段 但是却不能成为我们终极依靠的对象 连我们自己都一样 所以上帝让我们 每日赐给我们 天天赐给我们 不是让我们每一天挥霍光 到晚上六点黑天之前 把所有的大米都倒掉 煤气都放光 是吧 然后钱都扔掉 然后第二天仰望神 重新发给我新一天需要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每一天操练 截至自己的欲望 不要贪心 过度的贪婪 渴望 那些 暂时的祝福 那些来自神的 神给我们的物质 所需用的一些祝福 每一天像 来到神的面前 每一天仰望神 这种 这种心态 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去 下意识的去训练自己 这种心窍要习练通膛 这种思考方式要 训练 按照圣经的教导 这种思考 去实践 一开始可能觉得不自然 但是 要变成我们这样的思考 每一天训练自己 规范自己的 当我们教导这样的课 默想的时候 就开始尝试这种思考方式 你才能够成长 照着真理的方向去成长 不然抱着膀子 讲的什么呀 都是不现实的话 都是愚蠢的话 你就以世俗的观念 我们现有堕落状态 当中固化的一些 依着世界所想的那种观念 去抵挡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心意不可能被更新 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如何过神所喜悦的生活 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挑战我们的 跟我们平时那种观念 是有很大的冲突的 所以真理会给我们带来自由 但是前提是真理一定会 先拆毁我们 先击垮我们 现有的草木和解的工程 然后他重新建立 这个金银宝石的工程 所以当你听到的时候 有负担这是正常了 所以礼拜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祷告主啊 给我悔改的心 更新我的心 我过去的想法是太这样了 听了你都要知道 原来不是的 我需要改变 我不能再依靠自己 像天然人一样 熟血气的人一样 过着那种依靠自己 依靠物质的生活 不依靠上去的生活 第二 教导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的目的是 要我们相信天父 每天的供应 今日赐给我们 每一天赐给我们 因此神吩咐我们 只祈求每日所需用的 并要求我们相信天父 既然在今天攻击我 明天当然也不会叫我挨饿 对不对 其实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 经历神在患难当中拯救的时候 你在患难当中遇到问题 你没有信心吗 开始忙活 打电话 找人帮忙 找了一圈 解决不了 绝望的时候 想起来祷告 牧师给我祷告 弟兄姐妹给我祷告 自己跪下来开始祷告 怎么办 自己使用了一六十三招 自己所有的计谋力量 都失败的时候 才跪下来祷告 这就是人 牧师曾经也是这样 人的本性就依靠自己 你遇到事情 虽然道理上 我做传道人 全职事奉之后也是 遇到一些事情 第一想的本能性的 习惯了 这个二十来年 十几年 我刚做传道人 应该二十 二十一是二十 忘了 九九年 七八年 九九年 二十一二吧 那时候是吧 然后想起来打电话 找人帮忙 打电话 刚打的时候 心里就责备 你看 你看你那个样子 就知道 依靠人 就撂下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 打了 原本都 都铁得不得了 的这些朋友 也完全有能力帮的 要么有些人 奇怪 他处在 他没有办法帮你 那个情况 奇怪 他那个钱 可能就挪出去 他没有办法帮你 他不是不愿意 等等 就把你所有 可以依靠的 原本都可以支配的资源 都给断掉了 然后你就懵了 怎么办 原来熟悉的手段 就都用的时候 不好使的时候 怎么办 绝望的时候 只能跪下来 尝试吧 不是因为信心祷告 是没招了 才祷告 哎 祷告的问题解决了 第一次 哎呦 好像偶然吧 自己不相信 第二次 一六四三招 又是这样 哎 发现事情的第三次 觉得哦 这个就不是偶然了 渐渐的开始训练 哦 上帝真的是听我祷告 真的是眷顾我 下次就开始有点勇气了 既然再发生这个事情 你也知道 虽然问题很严峻 我们可能会慌张 但是上帝会看过我 会帮助我 这位神曾经 一二三这样帮助我了 将来也一定会帮助我 就开始形成了这种信心啊 上帝就用这种方法训练我们 不靠自己 靠他 然后让我们有了 对将来可能有危险的这种状况 有了信心啊 不是我们自己信心好 是上帝开始加添我们 让我们拥有信心 所以有信心 你也不要骄傲 你也要留意 你的信心是不是信心啊 有的时候是麻木的乐观 你根本不知道 你要遇到什么危机 有的时候 没有经过实验的信心 也不一定是真信心啊 你平安的时候 你觉得你有信心 但真正遇到事 你就发现没有信心啊 有很多的时候这样 所以我讲这个不是因为 你不需要一个 那弟兄姐妹你有问题了 你当然要告诉牧师 或者什么高低我们祷告 或者是我们之间 伸手可以帮忙的资源 可以动用啊 这个和依靠神不冲突 但是问题是 你心里面所依靠的 只是依靠人 还是依靠神的同时 想起了可能 一般领域可以解决的 这个不冲突啊 就像圣经里面说 那个某某人 临死的时候 最后死了 因为他只依靠医生 医生是上帝给的 医生的才干 包括自然界当中一些物质 有某种效用 都是上帝 所赐福的 有病的人需要医生 不是问题 只依靠医生是问题 一个信仰人 只依靠医生是问题啊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有各种疾病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为他祷告的时候 另一方面我们还 鼓励他们去适当的去就医 对不对 根据不同的情况 我们不会像一些异端 我们吃药就是不信上帝了 我们不会讲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我们要依靠上帝啊 所以在这里面 每一天要强调的是 每一天仰望神的供应 可能脑子里又想了 我已经存了一年两年的生活费 我也不需要仰望上帝啊 我们还活在黑暗里啊 那种思考方式要改变 要丢掉 真正神的儿女应该有的思考方式 是上帝赐我这么多资源 但是这么多资源 也是上帝的祝福 我所能够顺利的拥有这些 也是神的祝福 但是这些不是我依靠的资源 我所依靠的上帝 因为上帝如果不喜悦 这些依靠的也不能 瞬间就吹走 不可能成为我真正 解决我问题的啊 所以每一天还要仰望上帝 要训练自己把这种意识扭转过来 改过来啊 不要继续活在那种 非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里面啊 第三呢 为什么这样教导呢 是让我们确信 主赐福 使食物保持果效 日用的领食 今日赐给我们 刚才也谈到了一点啊 我们不论如何丰富 如何这个仓 在我们的仓库里面 充满了充足啊 物质充足 无论是如何丰富和充足 仍然必须祈求每一天的饮食啊 因为我们必须确信 除非主倾注祝福 使食物保持果效 吃了能够真正让食物成为我生命供应的 虽然有吃了消化不了 不成为我 那个有就等于没有一样啊 否则物质就如同无有一样 因为除非神实施赏赐给我们 允许我们使用 赏赐给我们 你有钱攒着了 几十万几百万 给你是一回事 允许你使用是另一回事 有钱你就骄傲的 我有钱了 突然出个事 一下子钱一下子出去了 那你又没有了 你就没有办法依靠那个钱去买 或者是去使用一些资源 对不对 所以赐福给我们 允许我们能够使用是另一回事啊 所以时时刻刻要以后 否则我们已经用的东西就不是我们的 虽然好像是我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拥有它 实际上就不是我的嘛 跟不是我的一样 我没有办法实际享用它 所以每一天要想到 极致我们的欲望 然后仰望神的供应 然后再就是感谢 确信 实际这些神所赐福的这些物质 能够成为实际我的益处 这也是神的恩典啊 包括食物 保持果效等等 最后那讲到这里面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提 人的骄傲呢 最难承认这个真理啊 最难承认这个真理 因此在这里面呢 加尔牧师就提供了一些证据 圣经里面的证据啊 人的骄傲就是最难接受 什么呀 天天仰望神 依靠神 每一天任用的饮食 每一天仰仰 王上帝 你就太懒了 你自己隐情的多赚点钱攒了 不冲突啊 我是说到态度 多赚点钱 多攒钱 隐情这个不是问题 这是好事 基督徒要隐情 问题是你的心 你因为贪心 不信神 隐情去赚钱 虽然作为人是好的 隐情赚了钱 厉害 佩服 但是作为一个 在上帝面前的人 这个还差远了 甚至这种隐情是一种罪 那基督徒要隐情 但是前提是 我要依靠神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本性里面的骄傲 我们很难去实施 刻刻依靠神 我们更多是依靠自己 依靠自己的财富 依靠自己拥有的一切 所以让我们去天天依靠神 这个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本性里面的骄傲 喜欢依靠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们需要依靠 所以就提出了一种两种证据 第一种是特别的证据 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主宣告 当他在旷野里用马那 喂养他百姓的时候 是赐给所有世代一个特别的证据 就是好提醒我们 人活着不是单靠书 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这个不是神曾经口中 而是现代一般的实态 一般现在一般的实态 就是现在继续的 重复的不断的 人活着要不断的靠着神 向我们说出的话来活着 马太分四章四节支持 出埃及基在旷野里面 摩西带印尼伊斯坦 上帝用马那供应他们 实际上马那 虽然好像能够供应给他们 但是实际上是让他们知道 凭着信心领受马那 凭着信心去去采 凭着信心去吃 这样他们才得活 教导他们凭着信心活 不是凭着靠马那而活 每一天仰望上帝 每一天领受从神那里的供应 和今天的这个日用的饮食 是对上号了 意思就是说 虽然他借着可见的工具 供应我们 上帝借着马那这种可惧的工具 甚至让你出去清晨什么时候 物降临下的时候去 不要等着日出的时候去 已经告诉你 当用的这种方法 手段工具 给借着这种方式供应你 马那供应你 给你了食物和采取 收取食物的方法 时间方法 保存的方法等等 实用的方法 都给你了这种工具 供应给你 但我们生命和力量 单单靠主的大能维持 他们活着不是单靠马那 这是特殊的证据 那里面不光是讲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的生活 耶稣讲到 他自己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 把石头变饼的时候 有能力 但是耶稣看出了撒旦的轨迹 让他依靠自己的权能去 靠着饼去活 但是耶稣却说 人活着不是靠饼 乃是靠信心 相信神的话 神口中处说的话 那些吃饱了饼 肚子撑得肥肥的 腰上长满了肥肉的那些人 他们仍然是没有粮食 死人 因为他们没有领受神的话 去活 亚当拒绝神的话 说他悖逆嘛 死 临到他 我们应该领受神的话 听从神的话 才能活 亚当虽然吃着桃子蔬菜等等 甚至后来允许吃肉 如果他没有悔改的话 他就是活着的死人 看是活着 实际上死的 耶稣说到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一种前面的死人 是活死人 后面是真的死人 肉体死的 活着 看着是活着 实际上死的 吃 天天吃得饱饱的 吃海鲜 吃烤肉 吃火锅 但是是没有信心的人 不认神的人 不信神的人 不凭着信心 每天活在神的面前的人 实际上就是死人 所以 耶稣讲到 人活着不是但靠熟 乃是靠神口中所需话 是讲给我们 不仅讲给自己当下 这是一个通则 从亚当到现在 到基督再来 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活 那问题是 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仍然活在 不知不觉的那种 人以为常识 正常的 大家都这么活的 没有人不这么活的 这种观念里面的骄傲 实际上是一种骄傲 依靠自己 依靠物质 不依靠神 不肯谦卑的 时时刻刻仰望神的供应 那多卑贱 靠自己多光荣 你看我能 现在正能量 我能 奇怪的 教会有一天也是 我能 我能 不是靠着我 加给我 那加给我力量的我能 而是我能 我能 你能 都是一些死人的告白 像没有信心的人告白一样 然后有的人就是 诡诈的 加上我靠着神能 实际上他根本不靠神 他靠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 特别的证据 我们要时时刻刻 依靠神 这是正面的证据 依靠神活着 还有一个就是 消极的证据 反面的证据 同样 当他按照他所喜悦的 断绝我们的力量 或者说他 或者 如他所说的 拆断 折断我们的账 断绝我们的粮 利维基二十六章 二十六节 很恐怖的事情 以色列百姓 悖逆骄傲的时候 上帝就断绝他们的力量 断绝他们的账 能力 断了他们的粮 饥荒 瘟疫 饥荒 断了他们粮 瘟疫 断了他们的能力 得了瘟疫 得了这个SARS 得了这个 猪流感 禽流感 得了这个 新冠病毒之后 再活蹦烂跳的人 躺在那 浑身痛的时候 也是很难煎熬的 对不对 很 平时看着很 很旺盛 很有力量的 一个病毒感冒 进入的里面 又发烧 又流鼻涕 又迷糊 只能躺在床上 所以人的生命 这么脆弱 但是人却往往 忘记这个事实 我们需要每一天 仰望神 供应给我们 生命和力量 我们才能 正常的生活 不然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 生活 所以这里面 又提供一个 很恐怖的 反面的证据 我们需要每一天 依靠神 不是依靠我们自己 虽然我们 尽自己的本分 去努力 工作 但是 我们心里 一定要明白 不是靠我们自己 否则 我们可能就会 有一天 遇到一些 穷事 让我们知道 我自己真的 不可靠 所以这就是智慧 一般的人 只认识到一些 表面的现象 但是基督徒 透过圣经的 其实让我们知道 更深层 更本质 更根本的问题 人不能单靠自己 需要依靠神 这不是精神问题 这是大智慧 大智慧 我要折断你们的账 断绝你们的粮 那时必有十个女人 在一个炉子 给你们烤饼 按着分量 按着秤粮给你们 饥荒嘛 男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女人没有丈夫嘛 谁有粮 都聚到那个 有粮食那里面 你要吃 却吃不饱 粮缺嘛 然后吃了以后 不消化或者怎么样 喝了也不得渴 等等 这种被咒诅的状态 一切自然的情况 都好像正常 吃了不饱 还有饥饿 身体还消瘦 喝了不渴 总喝 我们在这个医学上 有一些那种 燥热什么的 喝了还渴 那种意识当中渴 那种 还有很多 这种病理上的 可以讲很多这种类型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谦卑的 去依靠神 那些不以每日 所需用的饮食 为满足 贪心的人 以及那些自以为 丰足 依靠自己财富的人 如果献上这个祷告 什么意思 第一是心里面 不满足贪心 我们刚才说了 日用的饮食 是教导我们知足 约束子的欲望 第一种是贪心 不满足 第二种是 已经有了 然后他们还祷告 不过是在嘲弄神 为什么 有了没问题 有了他知道 我不依靠这些 这些不是我依靠的 有了却依靠 自己财富的人 又表面上 日用的饮食 其实在 伪善的去祷告 是实际在嘲弄神 为什么 他根本就不依靠神 因为他依靠的是 自己拥有的一切 第二种 日用的也是 天生赐格 这个是教导 每一天满足 节制自欲望 却明明贪心 却这么祷告 实际上就是伪善 亲吼神 实际上他们 竭力的 什么呢 前者呢 因为前者是贪心 实际上他们 这么祷告的时候 实际上 他们祷告 求的是自己不愿意的 明明自己贪的 希望得到更多 日用的饮食 赐给我 你要节制自己的欲望 要满足 但是他实际上 又贪心 实际上表面是在求 但是求 他是不愿意 得到这样的应答的 甚至是厌恶的 因为他更渴望更多 他厌恶这种 现在这种 不足的情况 因为按照他的贪心来看 现在是不足 那后者呢 他求根本不盼望 自己得的东西 为什么 他已经有了 已经富足了 是依靠自己拥有的一切 然后他说 日用的饮食 就是每天够用就行了 明明他已经很丰富了 他也不需要再求多什么 他也不希望自己的生活 只是每一天够用就行 所以他不盼望自己获得 根本不盼望这种 所以这种祷告 实际上是在羞辱神 嘲弄神 人里面的这种骄傲 伪善常常 祷告一些 自己不真实的东西 所以这个我们要反省 我们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 再有一点 我们来看 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解释了日用和今日 那现在说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的 赐给我们每一天 我们所需用的这个饮食 我们 那首先第一点 是神的恩赐 虽然说我们的饮食 我们日用的饮食 但是实际上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 对不对 使我们原本 不属于我们的 成为我们的 这就是神的祝福 第二 是要正当得 我们求日用的饮食的时候 虽然在求的过程当中 我们引擎的工作 但是为了获得我们需用的这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以公正的 正当的 诚实的方式去获取 日用的也是今日赐给我们 祷告完了就去偷盗 祷告完了去抢劫 祷告完了就去诈骗 不是那样 用正当的方法 用正当合法的 不损害别人的方式去赚到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圣经称 饮食是我们的 是显明 明显在显明 这个啰嗦了 是显著的 像我们显明 凸显神的恩赐 上帝的恩赐 他使我们无权要求的 成为我们的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要求神呢 当我们求的时候 是求神赐给我们吗 赐给我们机会 赐给我们健康 能够正常去工作 工作顺利顺利领到工资等等 我们求依靠神 虽然原本一切正常上班 就必然得工资 正常劳作就必然得收果实 这是不信的人的思维 信的人知道 虽然一般的情况下 通常的情况下降 但是如果神不祝福 这一切都是虚妄了 所以每一天 主要让我坐车的时候 地下铁正常的安全行车 我所有的工作 所有的筹划 能够正常成就 正常收入 收入的正常被享用 所以每一天 原本不是我的 一切都是神 我自己都不是我的 我自己不属于 我自己对不对 我是上帝所造的 上帝所救赎的 耶稣的血所买来的 没有一个是我的 但是我在享用 上帝赐给我 虽然是我们 日用的饮食 我们的食物 但是这个我们的 成为我们的 之前是神的 上帝赐给我们享用 这个认识 一定要深刻的认识 我们一般是 我赚钱 我的 奉献难 就是有这个认识 我的钱干嘛 要奉献给教会呢 我劳过 辛辛苦 赚的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的东西 为什么要跟你 所以爱临时也难 我的东西 为什么 有自私的 喜欢的 有利益关系的 巴不得 在自己允许的范围 把好东西都给 追女朋友的时候 或者要 用着谁的时候 就所有的好处 都可以给 然后没有关系的话 所有的利益都 都拴在自己身上 不肯拿出来给别人 为什么 这都是我的 这是无神论者 这是在地狱里面的人 的思维方式 在福音里面 得照福音光照的人 应该知道 我所拥有的一切 我是管家 我不是主人 上帝托付给我的儿女 我是管家 上帝托付给我的财产 财干 恩赐 时间 生命 都是神的 没有一个是我的 我如何去运用 我的生命 时间 我的人生 我的 所托付过的财富 谁有需要 那你就自由了 奉献的时候 你就不至于那么痛苦 对不对 我为什么讲奉献 因为我们中文部 我发现很多人不奉献 奉献的很可怜 你每一天 每个月的开支很大的 结果每一天 在做贼 做小偷 为什么 吃喝神的 却不奉献 因为什么 你认为你赚的钱 一切都是你的 所以希望大家 我这么说 不是说信仰在乎钱 你奉献钱 也跟我没关系 因为也揣不到我兜里 第二 就是说 我们的信仰 一定要健全起来 我们在钱上 这么小扣 这么不自由 做钱财的奴隶的话 你怎么指望 上帝让你将来 托付你更多的 真实的财富 或者是价值呢 在这样的事情上 我们都拜偶像 你还指望上帝将来 祝福你的人生 不太可能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 应该训练自己 做忠心的仆人 凭着信心去活 凭着信心活 不是意思明天 你下个主日来的时候 把你所有打工赚的钱 学费 宿舍费 房租费 什么报班的费 所有的都奉献到教会 教会也不愿意接受 你最起码在维持你的生活 那种奉献是不鼓励的 除非是特殊情况 遇到什么特殊情况 我们要竭力的奉献 但是你要斟酌 是吧 着着自己的力量去奉献 但是你不奉献 或者按照你的力量 你现在奉献的太微小 这是你精神上出了问题 你的心灵里出了问题 比起你奉献物质给谁 更重要的是你这个人 思维里面 信仰里面有问题 整天过在那种奴仆 奴役的生活 里面是不自由的 这个是问题 比起忽悠你奉献 更重要的是让你在 奉献这个事情上 证明你在物质上是自由的 我们自己喜欢买的包包 什么电子产品 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大把大把花钱 为什么在属灵的事工上 奉献的事情上这么抠呢 我们有病 我们这个病不是精神病 是属灵的病 我们里面不自由 我们里面对神的爱和认识 这个秩序还没被调整过来 所以原本不是我的 上帝托福给我 赐福给我 同时呢 我们的 我们的是上帝赐福给我们的 托福给我们的 赐福给我们的方式 也是正当的 你不能用抢杀 偷 掠 正当成是劳动获得的 所以你发现我们前面讲的 并不鼓励懒惰 并不否定劳动 隐情的劳动 但是知道 劳动不是必然带来财富的 劳动是尽本分 但是不必然带来什么成果 我的劳动能够正常得到收获 神的祝福 所以劳动之后收获了以后 要感恩你有劳动力 感恩有劳动的机会 感恩劳动之后正常收入 也感谢这个收入 能够正常的被我享用 买了食物 也感恩这个食物正常消化 被我吸收成为我的力量 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有神的恩典 所以这个不是说日用的饮食 就让我们懒惰了 上帝赐给我们的 和上帝赐给我们去领受 上帝赐福的这个方式 正常的诚实的劳动 公正的劳动 不是透过欺诈或者掳掠 非法的方式 或者是透过那种伤害别人获得的 或者是明显 为既不伤害别人 又不欺骗别人 但是用了一些得罪神的 犯罪的方法 比如说出卖自己的身体 或者是出卖自己的器官 有的人为了买苹果 卖肾的这种悲剧 对不对 悲剧 都是用非法的方式获得 这种方式不是我们的 我们非法的去欺骗 榨取别人的 仍然是别人的 那个叫做 虽然你用了 你消费了 非法占用别人的 偷窃 然后我们讲 我们日用的饮食 饮食也讲了 日用也讲了 我们的也讲了 赐给我们 意思就快结束了 赐给我们 我们祈求神赐给我们的意思是 无论从哪里得到的 我们所得到的 仍然完全是神白白给我们的 前面一期是已经坚决的解释了 我劳动 我劳动的利益 劳动的智慧 劳动的机会 劳动的成果 劳动成果的效用 都是神的 我日用的饮食 表面看起来是我们自己精心筹化 好奇怪 这个话 为什么这个话 就算了吧 筹划 劳动 并且是我们双手获得的 因为唯独由于神的赐 我们的劳动力才最终有果效 有能力去劳动 有智商去劳动 劳动最终收获 成果 整个过程都是神的 所以赐给我们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表明什么 这是很重要 我们总结 在一般的需求上 不管是吃和喝饮食的 所有需要上 一般的需求上 在地上生活的需要上 也要依赖神的供应 寻求神的荣耀 依赖神的供应 我所需用的 为了让我享用这一切 一方面感恩着享受 第二 拥有这一切了以后 享受了以后 如何去生活 去荣耀神 不是专注在物质本身 满足于 感谢主 神听我来祷告 病得医治了 然后用健康的身体 去背 背逆神 然后去犯罪 感谢神 赚了钱 然后用船去挥霍 满足自己的私欲 去不侍奉神 感谢神 让我大学毕业 硕士毕业 然后用这个硕士 用这个毕业的专业 去过一个无神论的生活 为了自己的私欲 生活 根本不是奉神 这个都一样 你不要以为 感谢神应答了 应答背后 有责任和义务的 你得到了这些祝福 多给谁 也向谁多要 你得到了这些 为着什么 所以要留意 有很多肤浅的基督徒 只高兴自己 祷告应答了 却不关心 祷告应答之后的 荣耀神的责任 不管是你 祷告应答了 在教会里 你看我信心 祷告 我紧实 我迫切 背后都是在 宣耀自己的敬钱 自己的功劳 感谢主 虽然说感谢主 实际上是夸自己功劳 我的信心 我的忍耐 我的试炼 等等 他根本不是 称赞神的恩典 然后也不是用上帝 给他应答之后的 那个祝福去 去造就别人 去荣耀神 所以其实 一点都不熟悉 上帝给他恩典 让他尝到了恩典 他不知道怎么去 享用这个恩典 很可怜 第二 我们所享用的一切 都是神的恩赐 所以知恩感恩 甚至我们能力 我们的工作 包括今天工作的果效 结果 成果 都是来自神的 所以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如果有一天你骄傲 等上帝剥夺 他给你一切的 赐福的时候 病窝在场 只剩下气 眼睛在那 目睁睁的 望着天花板 呼吸心脏在那跳 意识也昏睡 肢体也动不了的时候 你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 吃也吃不进去 用管子插在鼻子里面 往食道里灌 灌的时候 维持你那个生命的时候 你就才能知道 一切都是神的吗 不必等到那个时候 所以现在 你所拥有的一切 就不要狂妄地 以为好像是自己的 然后拥有了这一切 就肆意地自己支配 以为像亚当一样 自己有权利 觉得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哪个对 哪个错 好像吃果子 有那个权利似的 吃了就是违背神的命令 我们当在一切的事情上 学习信靠神 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不光是吃的事情 所有的一切 直到离开神 我们真的需要恐惧战惊地 知道工作的能力 机会 果效 等等 我们也当在一切的事情 学习知足感恩 知足是日用 对不对 每一天仰望神 相信神每一天 都会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 这个括号 包括我当今的本房 即便我正常出 坐地铁上班 上学 打工 但是我知道 我只不过是尽我的本分 每一天主要 给我 劳作之后 应当赚得的需用 供应我每一天的需要 即便每一天 攒了些钱 有余 但是知道 主要那些不是我依靠的 每一天求你 供应我每一天所需要的 所以 他供应我们 是借着给我们的力量 机会 能力 等等 手段也是 赚取物质的手段 也是上帝供应我们的方式 所以不要以为 那个手段是我们自己的 好像我们就很厉害 所以学习知足 学习感恩 每一天依靠神的供应 神供应的一切 知足 不贪心 不是过度的欲望 不是不求进取 过度的欲望 和适当的进取 是不一样的 然后感恩 领受这一切要感恩 想到神的祝福 想到在神祝福的过程当中 在人的老板 其他人给我的恩情等等 都要感恩 然后特别要警惕不信的意识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长期在无神论的 这种无神的意识 生活当中形成的一种意识 自然而然的 一切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和正常的 我活着我干嘛要祷告 谢饭 都是我自己赚的 我打工赚的钱 为什么说是神给我的 我的健康 我的力量 我的谋算 你看我多聪明 做出这样的判断 你看我多怎么怎么的 都是我 这就是一个没有神的 在他的思考生活当中 根本看不见神的护理供业 看不见神的祝福 所以所有的思考都是无神的 跟神没有关系的 这种意识思考 其实是在做忘恩负义 掠夺神的祝福 是忘恩负义的这种行为 所以要警惕这种意识 所以我们要在凡事上 凭信心 凡事上凭信心 就是我们思考要照着神启示的是吧 学会以基督教圣经里教导的思考方式 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 我就不再重复了 训练自己那么思考 你这么思考 这就照着真理 信心的知识去思考 这就是信心 你这么认为 这么思考 当然会感恩了 当然会不敢依靠自己 也不敢依靠自己劳动的成果 随时依靠神 仰望神每天的供应 也感恩 也知足 当然这个日用的饮食 我们的同时也要知道 君子好财取之有道 引用这个一般的话 不必要纠结 言不言紧 我们在赚钱 获得财物 上帝在赐福给我们的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一定要是公义 公正合法的 而且是圣洁 不是犯罪的 那些不义之财 不能占 最终一定会成为祸患 一定要成为祸患 这种例子就不讲了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里面蕴含着丰富的 我们需要依靠神 依靠神的恩典 感恩 顺从的这样的内容 盼望我们在今世活着的时候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仰望神 依靠神 从神那里领受 尽自己当尽的 合法的公义 正直清 圣洁的本分 然后也去感恩 知足 过一个真正 谋生十月的生活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 请不吝点赞